在俄乌两国准备全面备战之际,俄罗斯最大的对手其实并非只有乌克兰,最担心的应该莫过于美国及其盟友北约的背后捅刀。 如果美国从叙利亚或者远东地区搞动作,那么,俄罗斯将首尾难顾。 美国也早就认识到,只有让俄罗斯陷入两线作战,甚至是多线作战的境地,那么,美国就会迎来战略契机。 这也是特兰府前不久提出的美国军队,能够完成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任务。 就在这个时候,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,突然闯入俄罗斯远东海域,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警惕。 6日据俄罗斯卫星通宣社消息称,美国海军一艘军舰靠近俄罗斯海域,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嘲笑称, 这艘美国海军麦坎贝尔号驱逐舰,还未接近俄罗斯领海,但展示出了高速逃离的能力。 并且有俄罗斯专家警告美国,想要同时在东西线与俄罗斯打两场战争是不现实的。 据了解,美国海军的麦坎贝尔号驱逐舰,是一艘滴滴指。 51级导弹驱逐舰,该舰是为纪念二战时期,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麦克坎贝尔命名的。 自2002年8月赴役以来,麦坎贝尔号驱逐舰,已经有16年军领了,可谓是资历深厚。 只此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,美国派出老牌驱逐舰意愈何为呢? 分析认为,美国这么做,并暂胜员乌克兰,为甚俄罗斯。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,美国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,于本月15日通过了俄罗斯滨海边将军的彼得大地湾,而彼得大地湾濒临日本海和半岛地区,周边有弗莱迪沃斯托克等港口,和太平洋舰队基地 就在附近。美国驱逐舰闯入彼得大地湾,明显是为了威慑俄太平洋舰队。 图示,俄乌军力对比。 对俄太平洋舰队而言,其主要职责是担任来自太平洋方向的防御和作战,确保俄罗斯太平洋出口通畅顺利。 美国麦坎贝尔号驱逐舰,突然闯入关系太平洋出口的彼得大地湾,可谓是居心不良。 根据美国海军方面的说法,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,虽然试图接近俄罗斯领海,但在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停留下来。 这一说法得到了俄国防部的确认,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拉申科夫指出,在麦坎贝尔号驱逐舰通过相关海域时,俄罗斯出动特里布辞海军上将号大兴反潜舰进行了禁止离全程跟踪,海军航空兵飞机,也对起舰式拍照。 随后,麦坎贝尔号快速离开了这一海域,美国驱逐舰通过俄罗斯海域,却被俄军舰和军机一路跟踪监视,最后幸幸而归,没有讨到什么便宜。 但美国此举对乌克兰来说,无疑能起到打击险的作用。 须知,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,一直呼吁美国派出军舰进驻乌克兰,帮助乌克兰抵于俄罗斯的侵入, 美国却一直爱兵不动。 如今,美国军舰却从远东地区闯入俄海域,起到了间接声援乌克兰的作用。 当然,这种声援的效果十分有限。 美国海军展示的,是从远东方向对俄罗斯的牵制,美国并不畏惧俄罗斯海军。 不过,俄罗斯采取了尤里尔洁的方式,驱逐了美国驱逐舰,向美国传递了俄罗斯, 能够应对任何海上冲突的能力。 因此,美国想从俄罗斯背后捅刀子,似乎不切实际,反而有点没事找事的意思。 无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